一個所謂偶像團體 未必人會認同你一個人出來唱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認同和鼓勵 一些很好的前輩都會說 你會起碼像一些唱家班的人 其實這也是我的目標 我很想別人會肯按鈕去聽我唱歌 是2017年的年尾 當時已經開始有這件事 因為澳門出生的 澳門政府很支持藝人 所以他給了一些資金給我出歌 剛巧這段時間幫我錄一個SG歌的監製Kanis 他說你的聲音其實有些元素 他就直接說我做一首歌給你 自己拿著跟公司說 然後公司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其實有點感動 因為我反而在這個位置有一點 真是多謝我自己 因為說真的 由Anchor到現在已經很久的時間 很多人都會問我 其實我不是十八二十二的 究竟你還在做什麼呢 但我又覺得我能達到的是 我認識了很多很厲害的人 大家都會在這行有些朋友 還有我很感謝公司 一直以來不斷給我機會 他不會說你還未達到 不如放棄你 他沒有 他也給我機會去唱歌 跳舞 做自己想做的事 開畫展 所以我覺得這幾年是得著的 其實我覺得我比較幸運 其實我要面對的事情 其他女生 可能他們的老闆包多過我 他們會先提醒我 所以我面對的事情 未必是 我學到的未必是 可能真的撞到我 跌倒 這個是很感恩的 那 我有兩個放棄 哪一段時間 201314 即有一段時間 那一陣子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可能入行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 有點混亂 那段時間 剛巧 記得以前是有唱片公司的 然後突然間 又好像沒有了唱片公司 大家五個女生的想法 去向有一點點不同 的時候 會很迷失 因為我不知道我的文件會怎樣 那時候可能剛入行 很多事情都很慌張 所以那時候 不如還是算吧 是很擔心的 那一陣子都睡不著的 那一陣子 有什麼令到你 有一點點混亂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以為是 一個一個發展 然後去到五個的時候 因為五個女生的性格 超不同 那時候的我 是 做事 我會覺得 我應該要這樣做 我就要去 不要想太多 但是 可能 有女生比我更加細心 她們會想到 如果我們這樣做 可能會發生什麼情況 會不好的 那 也有些可能會 大家的想法是 有些靜一點 有些可能是很 又或者很不同 那 我們一開始都 很難 有一點點 但是 我覺得 會怎麼夾 但是 原來 五個 久了之後 反而 相似了 希望 2019年 我很希望我出幾首歌 會得到 多些人的認同 還有多些人認識 我是一個 歌手 是Ata趙偉山 這個歌手 而不是在街上走 的時候 那些人會 So much girls 好笑 都開心的 So much girls 都開心的 但是 知道我的中文名字 我是叫趙偉山 我聽過你的歌 你自己 一首慢歌 整首的表現是怎樣 我會很滿足 如果我聽到的話